大家好,我是文睿 昨天看到有很多台湾朋友走出来到凯道去维护台湾的这个核心价值 我还是蛮感动的 在馆长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我当时也在想 我当时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在23号走到凯道能走出来 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 昨天看到有那么多朋友走出来 我觉得还是蛮感慨的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到一个环节 就是昨天下了非常大的雨 这个天气 这个雨其实对于人的行为 它是有很大影响的 这点我感触是很深的 为什么呢 我是汉语老师 现在我主要是在企业里面讲课 但是以前我是在一个学院里面 就是教汉语的学院里面讲课 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一旦天气不好 一旦下雨 上课的时候学生来的就很少 或者是有一半就不来了 甚至就来那么一两位学生 这种情况都是非常普遍的 也就是说天气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昨天下了那么大的雨 还是有那么多的台湾朋友走出来了 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下雨的话 我觉得可能昨天的数字会有可能是两倍 甚至是三倍都有可能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馆长 他个人的感召力是非常强大的 非常强大 我觉得一些寒流明星 比如说最红的寒流明星 去台湾到凯道演出一个节目 可能也不过就是这么大的感召力 对不对 也就是能去那么多人 还能更多吗 这是我的想法 那么我们想 我就想来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馆长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感召力 他的魅力在哪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是因为他长得很帅很帅吗 这个好像不是吧 就我的感觉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很帅 或者说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家庭的背景 或者是他很有钱 或者是他有很好的学历 这个好像也不是 是因为他有很深的智慧 或者是有很丰富的知识 这个好像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我觉得馆长 他最难能可贵就是什么呢 他敢讲真话 他敢讲心理话 敢当着很多人的面 当着媒体的面 当着摄像机的面 讲那些绝大多数政客 都不敢说的那个真话 就是他说了一句 他说我可以为了台湾的核心价值 就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不是原话 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听了这个话以后 我真的是很感动 很感触 很多时候面临一个真相 面临一个事实 很简单的一个事实 大多数人就保持沉默 不说话 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呢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白的说成黑的 颠倒黑白 当然了 还有很多人呢 他想要去讲真相 但是说的呢 就是扭扭捏捏吧 有的时候呢 就是不敢讲那个最敏感的那部分内容 这个我不是说别人 我就是这样的 这个我都得承认 我就是想说 但是有的时候还扭扭捏捏捏的 很多朋友就说我说话的时候 就是顾虑太多 很多话呢 就是讲不出来 显得很不自然 这个我都是承认的 就是说像馆长这样 能够那么实实在在的 当摄像头 把真话讲出来 很明确的说 皇帝 你没有穿衣服 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当今这个社会啊 讲真话 有勇气的讲真话 面临压力讲真话 这一点吧 太难太难了 正因为他太难 他太珍贵 所以呢 大家呢 才特别特别的喜爱 所以他的感召力会这么强 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啊 第二点 他的感召力强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个人目的 几乎没有个人目的吧 咱们看馆长 他自己也是一个企业家 他也是一个连锁的健身房的一个老板 对吧 他也很有名 要钱有钱 要名有名 其实他不出来做这个事 他自己就每天这么生活 他可以活得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适 所以他既然这么出来的话呢 他肯定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压力 甚至会面临一些危险的境遇吧 但是他还是愿意走着 我觉得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的这种考量 他没有什么个人的目的 他就是想要保护台湾 就是想要守护台湾的这些核心价值 我觉得就是这个目的 当然有很多人说 你怎么知道 他肯定会有别的想法 他可能要积累人气 从政 对吧 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我起码我感觉 他是很少有那种 个人的那个什么目的 这个吧 其实是很感动人的 很多时候 有些人他做事没有目的吧 就是很能打动人 别人不说 你就说我吧 我做这个视频 我做这个视频 我是有很强烈的我的个人目的的 这我必须得承认的 咱这视频 就是有一书一有二时候实实在在的讲 我是很有强烈的个人目的的 对吧 虽然我很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强调 我是要传递我的这个价值观 对吧 我要帮助更多的朋友 特别是帮助一些年轻人 一些留学生等等等等 这个话呢都没错 我心里面确实有这一面 真的很想帮助大家 但是呢 我每天也在密切的关注 我的广告费是多少钱 我的点击量是多少钱 有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 比如说 你不能从YouTube拿到这个广告费 你还会不会做下去 我经常问我这个问题 你不是把自己冠冕堂皇的很好吗 如何如何如何 对不对 一旦没有这个广告费的收入 你还会做下去吗 我觉得我可能坚持不下去 这是我 我实实在在的讲 对吧 所以说我做这个事情 它是有很强的这种目的性的 有人说我蹭流量 蹭广告费 这个我都承认 但是我觉得 馆长这次他做这个事情 就是 他就是出于一种 攻心 想要保护台湾的这种核心价值 他就勇敢的站出来了 我想是这样吧 这是第二点 没有什么个人目的 就能打动人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他对于台湾的 那片土地的那种情意 那种热爱 这个我是能感受到的 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是个老百姓 他经常讲话的时候 他就会流泪 他就是对这个土地 他特别的有感情 他就想希望这片土地能够好 希望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个老百姓 都能够安居乐业 他出身也是出身的老百姓 这个我很有感觉 因为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我比如想到我的故乡 想到东北老家 我对中国吧 咱不敢说对中国多么多么什么热爱 那可能范围太大 但是起码 我说想到我东北的老家 我真的打西架里 希望东北老家能好起来 但有的时候看到东北现在发展的这个情况 也是挺痛心 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能理解他的那个心思 就是他对台湾那片土地的那种爱 所以呢就这三点 第一个是有勇气讲真话 第二点没有什么个人目的 第三点就对台湾的那种 完全超越蓝绿的那种 单纯的对于那个土地 那片人民众的那个爱 这三点就让他获得了这么高的人气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然后呢我也想讲一讲 就是大陆的这些媒体 对台湾媒体的这个渗透啊 或者是说 影响啊 这个事情我也想来了解了解 来来那个聊一聊吧 怎么说呢 在以前可能这种渗透啊 或者这种影响可能比较显著 但是在未来 在今天在未来 随着这个科技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网络 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的话呢 大家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资讯呢 信息啊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说其实这些媒体啊 他可能做起来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你讲真话的媒体做起来很容易 堂堂正正我就是讲真话 对不对 你说假话的媒体呢 他也没什么市场 大家一看 你就是假的 人家也不看你 但是中间就说 他明明说的是假话 但是他还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讲真话的媒体 这样的媒体在以前可能有一定市场 但是在未来呢就很困难了 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 讲真话的媒体呢就好像是一个美女 这是我的感觉 就好像一个美女 她长得非常漂亮 就是一个纯天然的 自然的很漂亮的一个一位女士 非常漂亮 她哪怕是打扮得很简单 然后呢装化得很淡 她走到外面 走任何地方 大家都会觉得 哇 这个人真有魅力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女人 很坏 然后又很丑 她呢 无论怎么样去装扮 怎么样化妆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走到阳光下面 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 对吧 以前可能比如在一个灯光 不是很那么很明亮的屋子里面吧 这个真正的美女和这个装扮以后的 这个很丑的很坏的女人 可能在某种角度看吧 大家可能确实分不清 丑的这样人可能都很美 但是今天 在强烈的这个阳光的照射下 就是我说的这个 网络科技的这种快速发展 各种各样的媒体 自媒体大爆发的时代的话 就是像这种表面上 好像是在说真话 事实上在说假话的这种媒体 它就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了 大家就越来越能看清楚了 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 大家应该能感觉到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大家宁可看一个草根的自媒体 他也不去看这种所谓的媒体 不会去看的 在未来更是这种趋势了 我的感觉整个就是这样 对于台湾是这样的 我觉得台湾非常非常宝贵的 就是台湾的核心价值观 就这些民主 自由 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仅仅对台湾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整个华人世界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未来中国走向自由民主 这几乎就是一个必要了 而且时间可能会很快 那个时候台湾整个自由民主 它的历程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所积累的这些经验 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在未来健康的走向自由民主 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基建作用 所以我也希望台湾朋友不分蓝绿 可能你们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但是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 因为这个东西太宝贵 来得太不容易 然后最后呢 我还想讲一点吧 这点可能对馆长有一些冒犯 但是我觉得毕竟馆长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 很知名的公众人物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馆长 他可能不一定能看到我的视频 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你还认识馆长的话 可以帮我转达一下 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吧 就是最好是不要那个 总是说一些脏话骂人 对吧 毕竟你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 很多年轻人在看你的节目 包括很多小孩子也在看你的节目 那你说的这些话呢 可能会他们对他们会有一些影响 对吧 你能够就是很理性的 就是很好的去说每件事情 这个岂不是更好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 如果馆长看到的话 也仅供馆长参考 我呢就是一直秉持这个观点 不论什么时候 说话呢都理性 说话呢都平和的 很尊敬别人讲话 这是最好的 总之吧 就是这两天看了这个 馆长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是蛮有感慨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 一个完全的老百姓出身的 没有任何背景的 没有任何家族啊 或者是政治背景的这么一个人 全靠自己通过一个网络 对吧 他能够引领时代的潮流 能够让那么多人的 人出来 去和他一起 做一件他们觉得有价值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到还是挺感慨的吧 感慨万千 所以大家看到 馆长的这个 他的这个情况 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感觉 在这个大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你要是有勇气 能够站出来 把你的智慧 把你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你也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尔 好 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